今天是國際新聞比香港新聞多 香港新聞是一個亂局 一件事值得一提 就是23條 因為年初 立法會都要定政府立法議程 到6月就會休會 這半年裏做什麼 現在政府就要定 現在毫無懸念 立法會就是要為今年的23條立法 這也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早前在夏寶龍講話之後 早前對著區議會、區議員 搞什麼視像講話之後 據聞內部要勒令香港官員 不要再去什麼 總之不要想那麼多 大概叫夜長夢多 不要再在這裡拖 夜長夢多 不可再拖 就說要在6月之前7月就要立23條 議程都交上立法會 議程都交上立法會 其實已經寫了男子草案 有男子草案 以前我們爭論的就是白紙 應該是白紙公開諮詢 所以他看不到有什麼必要做白紙草案 白紙會更加詳細 就是會列出一些問題 看獻公開諮詢 公開諮詢 問了業界 所以當時才有23條關注組 有大律師公會 那些都說了很多 尤其我記得梁家傑 梁家傑一定要說要立 那時47條關注組 就一定要立45條關注組 一定要用白紙草案 那時是說過的 其實現在葉劉 葉劉現在就是歷史的勝利者 他就說當年 保安局 2003年的時候 當年搞白紙草案 都是在泛民拖延 不可取的 特別是經過2019年的動亂之後 香港人都知道 國家安全很重要 現在是不出聲 就等於知道 現在叫被知道 香港人叫被知道 這幾年來 加強了國安教育 不相信好像2003年 這麼大規模反對 連登巴打也有說 就算你批遊行 誰敢出來反對23條 那些遊行會批呢 如果你反日 反美國 今天好像都有 工聯會 什麼人 就說去英國大使館示威 周浩鼎 那些就行 那些就行 那些不用申請 反對新衛城 港以黎智英 這類的 這些做法 你現在看的立法會 那些 林健鋒說 如果年初可以遞交上立法會 我希望暑假前 就可以聯成立法 其實這些都是小道消息 星島一早就說了 預計六月就會立 立又怎樣 不立又怎樣 現在香港人都不太關注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 立23條 就意味著 某些方面會加密 我之前已經說過 其實你現在的缺口 唯一一個漏洞 就是在於反間諜的問題 香港沒有反間諜法 但是呢 就會在23條裡面 就明正言順 就履行 這個憲制義務 就立了反間諜法 那就是叫做 洩露國家機密罪 那就是 我們看到今天 RFA 都做了報導 其實都做了一個總結 做了一個概括 如果要這個 國安法加勒 就會加這個 洩取國家機密罪 間諜罪 以及軟對抗 軟對抗 如果你看 鄧炳強 之前所說的 他就是講海外的 可能會針對我們 即是 他未必 拘捕就拘捕不到我們 但是會 用一些另類的方式 搞可能蜂網 這個是攬炒來的 或者是搞Patreon 那些什麼 他現在正在試去做 逐步逐步的去試 也有些說法 就是說 不排除參考大陸的國安法 這個叫做 所謂加勒 罪名就是這麼多 但是 現在你要坐 我們看到現在的國安法 就坐10年 我不知道 肥佬黎那些 要坐多少 他可以坐超過10年 主要 現在他提高的法則 那樣東西 就會在現在用的 煽動罪 就明正言順 煽動罪 就變成為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這件事 以後就不會用刑事條例 來告我們這些人 用口說話寫文的人 直接用23條去禁言 那裡用23條 就可以用國安法的標準 名證言順 現在都用國安法標準 未審先籌 不讓你保釋 用國安法官去審你 那類 國安配套 但是 你現在是無法反應的 但是媒體的作用 就會比較重要 諮詢是不會做的 不會認真做的 你看一下 香港的媒體 可以問到多少人 反應多少民意 唯一這樣做 RFA 今天就做了一個報道 就說 屌龍開始熱了 有些網友擔心 說 我昨天才雙風雨 對 反而我穿了這件披披之後 嘩 真的很熱 先脫回去 好了 他就說 問了幾個人 又問了 施永青 施永青 怎麼說 施永青是比較擔心的 現在真的會說話 有些份量 可能像是他 他說 香港已經有趨勢 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如果你再調以輕生 可能會一語成慘 他說 必須要爭取歐美資金 重返香港 才有望重振金融 但施永青這種說法 其實他最緊張 其實在李家超寫施政報告之前 其實他已經在自己的專欄寫過文 你特區政府 麻煩你清清楚楚 告訴香港人 你究竟走以前 你是歐美水的條路 還是你現在要找新方向 做一帶一路 那先回答他 李家超就回答他 就是走一帶一路 就不是再去 許正宇那些 港大美女 那些已經叫你 學阿拉伯文 還在問這些 但他始終是不敢相信 我這樣 他寫文 就是激象法 希望你表個態 亦都希望政府知道 你沒有歐美這條水 就不肯定 但現在李家超 就不理會 其實習老闆找得李家超 你就預算是這樣的 只不過就是 好像他這些人 雖然他要 他明知他那個理性上面 就知道前景是可以這麼灰暗 但他又不相信 就是政府會行得這麼絕 因為始終是理性計算 沒可能是這樣的 是很混蛋的 是攬炒的 沒可能是這樣的 我再逼一逼他 不用逼 其實你怎樣三番四次 怎樣去 去試這個政府的態度 因為很清楚 他現在沒有再挑 施永青的那種是經濟理性 是經濟理性 就不會玩公私合營 就不會玩死整個上海 問題就是現在 你香港不可以用以前的邏輯去想 以前的邏輯 其實香港還是一個多極的社會 自由而開放 這個真任權的時候 最有代表性 就是經常講的 曾任權勞動的時候經常講的 口頭善經常講的 有什麼重大政策 出台之前 都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這個是政府的口頭善力 現在不再講這些事情了 現在就是 習近平講什麼 你就做什麼 根據習近平七一講話精神 即是要怎樣怎樣怎樣 口頭善不同了 整個思維不同了 現在是 現在是講全面管治權 而這個全面管治權 就算是共產黨 都沒有制度理性 因為共產黨一個人說了事 是一個人的喜好說事 所以這些事情可以很極端的 九龍治水 要平衡各方利益 即是好像黑社會裡面 即是你說以前 杜琦峰的黑社會 他說這個 喂 楚唐要選 那時候 就算黑社會也有制度理性 為什麼呢 因為九龍治水 沒有說突變哪一個 是人民領袖 沒有說做神 做神的國家 做神的團體 是最極端的行政策 他可以很英明 英明的時候就可以很厲害 但這個人變成分軍的時候 變成廢老 他就可以墮落得很快 香港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香港和中國一樣 你迷信一點 你又看一下 黃大仙的升盤 他經常給你看 很多人說不明白 你說這麼多技術 其實你不需要明白 你知道大概 你現在看 科學一點去看 香港的升盤 和大陸的升盤 幾乎已經synchronize 只不過 是有些時際 但是走法是一模一樣的 香港已經沒有了 自由決定自己命運的意志 所以 你現在 你香港不能說制度理性 你再跟他講耶穌 就是說講奸官 就是周凱旋說 要講奸官 就要成為奸官制度 有奸官就不會有習近平 你說黃大仙的升盤 黃大仙都講過十萬次 香港現在行的那個叫下源九運火運 你之前行的那個是土運 那好還不好聽 喂大哥 火黑圖 你之前 越成功的因素 你現在就跌得越慘 所以施永清的那些 為什麼怕到阿媽都不認得 亦都覺得共產黨 不會玩到那麼盡 所有的東西 他將會錯了 你用回之前 你之前那三十年 賺到盆滿撥滿的那種方法 那種思維模式 去到理解現在的共產黨 你就錯了 嗯 那好吧 施永清繼續說 他說他相信二十三條 立法是無可避免的了 只不過是這樣 他就說 又是想當年 如果老董那時候立了 就好了 那時候立了的話 好過現在將國安法 用在香港 在國安問題上 香港扮演什麼角色 和立場 影響香港的發展 之前就是反二十三條 搞到 在立法之後 搞到 無辦法 在立法 而導致後來的社會問題 其實這也是 自欺欺人 還在想當年 還在後悔 你二十三條立了法 那香港就不會這麼極端 香港二十三條 其實是一樣的 我告訴你 一樣的 但是我告訴你 你經常想當年 經常問歷史又如果的話 如果歷史 是好像一開始的時候 立了二十三條 那香港會加速地 就會吹哄 其實他的 agenda 就放在這裏 共產黨的 agenda 就放在這裏 一方面就跟你說 有政改 一方面就跟你說 有二十三條 十幾年來 兩者都不動 是僵持著在這裏 這兩種力量僵持著在這裏 去到2014年 首先 你要先搞政改 他覺得政改先走了 然後就碎到你 去搞二十三條 但是當時 張文光撲出來 就說 以中國國度來說 你沒有二十三條 他又不放心 讓你搞政改 因為他覺得政改 他可能會選一個 港獨的人走出來 你知道 張文光 就經常跟那些 中間人一起說話 聽的就是這套說話 這個不僅僅是說習近平 是很早的時候 是一向 中共都有這樣的思維 讓你香港搞民主的話 你可能搞港獨的 他覺得是這樣的 所以 這麼多年以來 無論是江澤民也好 胡錦濤也好 到現在 習近平 其實那路線一樣 只不過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做法 以前你說江澤民 胡錦濤 他們那時候會理性一點 會計算香港的利用價值 是因為他們那時候 就不是英明領袖 不是江核心 不是胡核心 沒有那麼極端 現在習近平做什麼都很極端 而他又說了 這個就是中國的悲劇 去到這樣的時候 他想做什麼 以前共產黨想做的事情 就在習近平任內 就什麼都可以做了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反而你說在2019年的時候 我為什麼叫大家不要後悔呢 2019年有一個這樣的抗爭 歷史上為我們香港人爭一口氣 其實是 你說現在 你長遠來說 香港會改寫歷史的 然後會洗香港人腦 但是國際對香港的記憶 是洗不到的 2019年 在國際社會來說 他不是當黑暴 在香港現在就會這樣洗腦 但是我們國際社會裡面 我們香港人有一個這樣的 光輝抗爭的一頁 起碼告訴大家 我們盡過力 我們不是 那些所謂的 溫水煮蛙 不是說叫做講豬 香港人不是講豬 有了2019年這個歷史 大大聲聲地告訴大家 我們不是講豬 即使現在樓下來的人 他們都不是講豬 我告訴大家 他只能嫌到民 只是移民而已 移民不是一個人的決定 其實 我們繼續 我們最後講 剛剛我看到網絡有一個熱話 經濟日報又拿出來做報導 有一個家庭的問題 移民是可以導致加變的 其實是 我們先講 先講施永青的筆 他還在講 有很多人都會這樣 唉 就算在2014年 有雨傘運動的時候 石永泰也走出來講 在這裡怨大耀廷 為什麼要搞雨傘運動 是吧 你們共產黨不可以玩這些 你不可以挑釁他 你要給他一點面子 或者你不可以搞一個佔中出來 打開口牌 總會有人後悔 你不就等於誰 蔡子強就是這樣 蔡子強又怨你不在2019年的時候 做什麼抗爭 對不起你不抗爭 其實香港是一個宿命 最後結果一樣 但有抗爭和沒有抗爭 你起碼可以告訴別人 香港人有沒有崛起 有沒有盡力 我覺得有分別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是不應該後悔的 那好吧 他要計 你施永青這些就算了 施永青這些就是做生意 即是 哪裏有好處就拿什麼 西瓜較大便 他就說 23條就好 23條就好 不用搞到現在這樣 他就說 預計 今年經濟有下條風險 23條跟23條就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起碼 你會說未來這一年裡面 希望大家在足夠兩個機會 去改善經濟 第一 就是美國有可能加息 第二 中國的貿易狀況 正是逐步回穩 有都不關香港事 坦白說 中國的貿易狀況回穩 他會先顧好自己 未必會再靠你香港 還有 即使是大陸的貿易狀況都不會好 因為你現在留意到 G7國家 美國 尤其是美國 他第一大進口國已經不是中國 他已經是成功地 他是潮住 他未做到 但是他已經潮住 這個叫做去風險化 這個叫做供應鏈 去中國化 這條路已經正在行動 所以你經常說 什麼地緣政治風險 地緣政治風險怎麼來呢 你放棄了香港的獨特優勢 你現在在香港玩戰狼 陳國基不斷罵美國佬 你自己拿來 但是陳國基又不是我們選擇 因為習老闆那些選擇 習老闆要香港現在這樣搞 又要搞23條 又要反間諜 那就是自費武功 劉孟雄那些說 國安法實施幾年來 已經令到投資者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 美國這些西方國家已經逐步地撤銷香港的特殊待遇 甚至乎實施制裁 其實沒有 但是呢 可能呢 制裁是李家超的 制裁是一條條狀的 人 人 但是制度上 只是動一件事 就做到香港 現在都是 其實沒有一樣令香港痛的制裁 暫時還沒有 沒有的 共產黨 跟你在官員談判就可以了 幫你供樓就可以了 有什麼不行 現在你說再立23條 劉孟雄說 再立23條 就令到香港經濟一沉白踩 如果再立23條立法的話 人大 就是他問了一個問題 人大常委制定的 這個廣區國安法 還會保留呢 就是有些人還是網上一件事 立23條 會不會換國安法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他會 都好 他只不過 他將所有事情掃下去 23條 將國安法正在行的事情掃下去 23條 不會減納 共產黨 拿了在手的權力 不會吐出來 他最多在執行上面 他會對你寬鬆些 因人制宜 亦都幫他 給他因時制宜 這個就是人治的做法 中共如果不可以用人治的方法 去管理香港的話 他是不放心的 說法治 法庭去挑戰共產黨 浪費夠氣 這個就 法律是他的工具來的 是他管治香港的工具來的 他不會讓你自由演繹 然後抗衡他的 最後說不定數 就是人大釋法 國安法 他都敢死人大釋法 立了沒多久都可以人大釋法 所以其實你不能去指望 沒有的 你要共產黨隔外開恩 你對共產黨有期望 馬英九這些就是狠狠 這些就是 不要挑釁他 不挑釁他就不搞我們 慢慢搞你 就是把你奴役化 賭國心態 他的想法就是獨善其身 太監看皇帝洞房 那整件事是很沒忍的 是啊 毒梅 他不知道找了一個前區議員 黃丹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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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屯門區議員 原本他說 就是申請不到那個簽證 因為他區議員 宣了誓 所以就不讓他入境 但是他又特意去移民處申請 交現金 這樣才可以批他進去 那就是太監看人洞房 現在就看這些事情 那就是 你接下來說23條立法之後 可能是 看人洞房的機會都沒有 好啦沒有人的 那所以 現在就是